可以分享一下 从学界进到业界 最大的差别跟困难是什么 知道也没有学长姐 也没有资源 所以所有资源 那些都要自己找 要踢球来交朋友 这个对对对 我因为还好 我踢球踢了十几年 所以他们就会 所谓这个亚洲的男生会踢球 他们本来就亚洲不会踢球 然后他们就说 亚洲哪个国家 他说台湾 他说原来台湾人会踢球 我觉得美国跟台湾 最大在教育上面的差异 就是在新创的疫情中心 他也是教授出来开公司 但是他会指定说 我的PhD student 我不是postdoc 担任这个公司的执行长 那台湾的话就是 低头做完你的论文 然后念paper发paper 其实你错过蛮多 可以训练的东西 但是你一毕业一定三十几岁 虽然只有一年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就 就是冲击蛮大 但是我回来台湾也冲击很大 你觉得这一条路 是你原本预想到的吗 没有 这是第一届 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哈啰大家好 欢迎回到兔兔要事的频道 我是Tina 这是兔兔 哈啰大家 你们现在收看的是 直牙咖啡厅 直牙咖啡厅 会邀请到各领域的职人 来分享直牙的心路历程 还有他们成功背后的秘诀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你 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之后 直牙咖啡厅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Fill研发长 Fill他在大学的时候呢 读的是护理临床方面的 那毕业之后呢 他对于研发非常地有兴趣 所以投入细胞的研究 也成功地取得 台大生化科学的 博士学位 毕业之后呢 Fill是到了 中研院担任研究员 非常厉害的 成功地取得科技部的创新创业计划 得以取得在美国工作一年的机会 那我也是那个时候呢 刚好是有USC跟UCLA的 台湾同学会活动认识Fill的 就觉得哇 他这是一个非常热血的青年 Fill回台湾之后呢 目前是担任精准科技公司的研发长 现在的这间公司主要是在做 典型细胞制作 研发部下面有不同的组 有研发组 临床组 制程跟品质组 还有 零管组 这五个组 去转整个临床试验 用细胞制剂的研究开发 我的工作的执掌化 就是管理这些进度 然后开发未来我们细胞的 这个直接产品的走向 你自己原本也是从学界 然后做博士后研究 现在是到业界 会分享一下 从学界进到业界 最大差别跟困难是什么 在博士班的时候 我们有成立一个 主要发展委员会 我们是那时候的公关长 成立的社团 我们一开始其实就会 就是说我们在学界这些人 非常刷博士班 毕业之后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让自己去挑进去去了解 那我其实那时候是博士班 然后我就进到了创投时期 然后创投的副总 因为我是生物科技背景 他是金融背景 他可能没有那么熟悉 他希望我去帮他做DD 就是Duty Legion 那我就去了公司之后 就认识了现在这个老板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机缘 一个巧合 出国之后再回来才进到这些公司 出国的话 你就是站在一个不同的stage 然后看人事物 其实就是比较世界级的 那市场也都是世界级的 那你人才也都是世界级的 那我觉得美国跟台湾 最大在教育上面的差异就是 在新创的育成中心 他也是教授出来开公司 但是他会指定说 我的PhD Student 我不是Postdoc 担任这个公司的执行长 而且你只是个博一博二的学生 我那时候也认为技术不怎么样 但是他就是能够担任 那个小公司的执行长 所以你在求学过程当中 你就是参与公司整个政策 跟规划的这个层面 那其实就是 你在进入职场之前 一个很好的训练 在台湾的话 就是低头做完你的论文 然后念paper发paper 其实你错过蛮多可以训练的东西 但是你一毕业已经三十几岁 那在美国不一样 他就是强迫你就进到育成中心 然后担任执行长 然后你知道怎么去管理这个公司企业文化 然后知道公司要怎么样去写BP啊 Business Plan这样子 对 那每年都会被这个育成中心管考 你这个公司的进展 就算你的公司最后没有期待 但是你这个经验就是非常难得 也可以帮助你去其他的业界 以后毕业职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去国外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他们这个执行长是这样做的 那跟台湾的这个PhD的执行长就不太一样 那当然我在那边的公司也看到 原来他们的合作是非常快速的 跟台湾也不太一样 因为台湾的话它是比较 就是自己也圈圈自己做 那在国外的话 他会找到不同的这个合作的partner 然后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 当然权力义务合约那些 就会磨比较久了 但是你做起来这个project的能量 就是会比一个公司做起来比较高 所以我现在台湾也是 趁现在还中小型公司的时候 就是找其他的公司来做 很像的合作 其实台湾政府也有努力这件事 我是讲生物科技或制药 我不讲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在台湾的合作是非常多的 台湾政府也有几个program 它是要协助这些学界人的 然后他就是支付这个第一年的薪水给你 然后到业界里面 政府有这个program 但是也是少数几个PhD student 有机会参与 在美国的这一段时间 其实也学了蛮多的 然后这其实是你回去台湾之后 工作的一个养分 虽然只有一年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就是冲击蛮大 但是我回来台湾也冲击很大 因为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一个主管 那我把美国这种开放式讨论的 这种方式带回台湾 其实大部分较没办法理解 他们还是希望主管可以下order 他们是把order做事 因为会经过筛选淘汰嘛 那后来进来的人 他们大概就会比较理解 其实开放式讨论不代表 我没有要做哪个方向 我会希望就是大家讨论出来 是比我的方向更完整更好 至少到现在对公司的发展来讲 看起来是不错 因为我们也完成不少他的试图 要当这个管理者 其实你要多听每个人的想法 因为你不一定想法是最正确最好 我觉得现在很多公司都是在 鼓吹diversity 然后鼓吹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很重要 都要被听到 即便你今天可能是一个药厂 今天可能有一个工程师背景的人进来的话 他可以给你的是一个 如果大家的专一性都太相似的话 你好像就是都会一直朝着那个方向 但是你没有其他的声音来帮你补足 其他可能不足的地方 所以当你去采纳或是倾听的时候 你整个公司的走向 就是会比较健全一点的 而不是只是可能只有上面的人在做决定而已 对对 尤其是中小型期间 你如果速度要快的话 其实你一定要听到更多的不同面向的声音 你是项目管理者吗 对不对 对 那你有没有用什么工具去管理这个部分 那主管有没有帮你 大公司其实从上层可能就会有一些 谈谈 然后就会想要把这些东西 rule out 当然他在 rule out之前 他都会听取一些员工的建议嘛 他就会有非常多round的meeting 然后会invite不同的stakeholder来一起制定说 我们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tour 然后其实很有效是 我今天才刚结束那个meeting 我们现在在讨论说 我们之前选的这个project management的tour 到底opper ok 因为我们有听到一些负面的说法啦 所以其实大公司在决定的时候 是会听取很多不同方的意见 像我就是代表PM 我去提供我的建议 我可能会指出说 我觉得哪边可以改进 放到哪边是好的 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alternative可以去选择 那可能其他人 他们就会提出他们的观点 比如说finance 他们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爆表功能 所以我们到最后呢 全部集中起来的意见 才会再去决定说 我们最后到底要不要继续用这个 还是我们要换别的 大概花多久的时间 因为其实每天的operation 执行面上你都是还是要 确保说每天的这些project还可以enter 然后财报可以出来 但是如果说是要一个改变的话 其实是要经过不同的face的讨论 然后再去决定的 但是我们当然会有 现阶段的一个解决方式 中期的解决方式 跟远期的解决方式 现阶段可能就是说 我们还是用这个plan 但是我们要make sure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 这个公司的人沟通说 我们要什么样的方式 把它改得更好 那可能终极的就是 其实我们要开始去identify说 我们需不需要去选用其他的 一些可能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就是有分不同的face 一pean之后 就直接接pean这个工作 会不会非常 很难熟悉啊 你要怎么去管理 你怎么知道我这个project 它这个时间预估是合理 有没有可能会因为其他因素 delay 因为法规那边 你跟公部门那边来来回 很容易就是 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标 你要怎么想去做预判 其实就是说完全没有经验 也不是 因为那时候我在USC读的时候 我是读regulatory science 但是那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接一些 业界的case 那你就是从业界的这些case 你就去学习到 可能药品方面的 医疗器材方面的 或者甚至是 保健食品方面的 那我到最后 我现在是进入的是 医疗器材嘛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经验 是蛮多可以运用到 我现在工作上面 那当然就是 现在工作的话 还是会有现在工作 就是特殊 你进去之后 还会学习到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 你至少有 比如说像是 regulatory方面的一些背景 所以你已经大致上知道 就是这是怎么样运作的 那你其他的 可能是公司文化啦 可能是specific 就是这个公司怎么样的 去run这些project的话 其实你进去 就是可以会慢慢的学到的 你说project management 其实也是分蛮多种的啦 我负责最主要是比较偏向法规跟临床的 然后是比较偏向欧盟那边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面向 有的可能是把这个产品 从preclinical带到clinical带到上市到market 那有些人可能是只是从0到1 从R&D那边在做的 那我的部分的话是比较偏向 把它从公司然后带到market上面 后面这一段的路 clinical部分就是最容易时间很难控制的 因为那个病人收案状况 你没办法预期 我们才收疫情才收几个就觉得非常难控制 然后现在要遇到疫情 门整量掉了80% 根本是负不到被人 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冲击 因为其实我们公司也是 就是很多你原本已经扛密说要做的 后来我们就只能说 OK因为疫情所以我们poss了 那你在submission上面 你当然就是要评估说 你是不是需要这个 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好几个trial 已经有以前的一些data 那那个可能是附加的 那我们就是还是可以去做一些submission 就看说是不是很critical 不怕实践真的是很难 但也开始需要去横向发展 跟不同的公司去合作 每一细胞治疗有很多 像刚刚我讲 字体液体或是基因改造 但是你不可能每一个技术 你都拥有 就要找到合适的这些partner 然后去谈合作 所以你在比较business上面的 学习也是蛮多的 到管理层次后 你面向就是会比较广啊 然后高度会比较高 然后厚度的话要靠时间 就算当主管 我一开始还是进志诚做研发 我每一项也都自己亲手的时候 我还要写一种计划说 因为当时老板他给我培训就是说 你身为一个主管你不能没做过 那你到时候在管考下面的时候 你没有原则 我也是蛮认同的 其实身为一个主管 你要知道怎么做 然后你这样才可以知道 他们的pain point是什么 当他们需要你帮他的时候 你可以适时的来提供你的support 这样子才不会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主下也会希望主管会有同理心啊 那你有需要常常去travel吗 因为感觉听你说 你需要去谈一些合作什么的 台湾的各个医院都会去拜访啊 然后跟医生调论啊 他教导预报治疗的 适用的对象跟他的方法 很好玩是 每个医院他的政策 他的想法不一样 下面每个医师他的个性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为孩子学习的 如何去跟医生有同个频率 要做蛮多功课啦 你不能就是第一次去什么都不知道 有医生不喜欢做选择 那你就要知道说 你就是给他最适合他会认同的方案 免疫细胞治疗它是比较新的领域 那大部分的病人也会担心说 他用完之后 病人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该怎么处理 这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 这些东西就是 你一定要有执行过 临床的时间或特别办法 你才有这样子的know how 可以去跟医生分享 所以你应该找也大部分都是肿瘤科 这个跟医院他的这个设施有关 有些病人就是去oncology 比如说我被癌我去胸腔内科 这也是跟医院他文化跟他的政策有关 这也是蛮深的学问啦 因为不是说找血腫科全部都ok了 他只是可以收治每一种还剩的病人 但是他不一定有那样子的病人在他的门诊 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样申请到科技部的创新创业计划的 然后你会推荐大家去申请吗 我那时候是第一届所以我并没有学长界或是任何资源可以support我这件事 我只是想要去一趟美国就这么简单的出众 然后就去申请 我那一届大部分的公司都是AI 我们那届没有任何一个要求 那我去也是选择一个 我是认为比较就是刚刚有讲的cell based technology 不过它是在那个diagnosis部分 我是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前卫的技术 然后也是可以发展 我觉得参加这个program的好处就是 它会有一个培训的camp 你只要报名就会参加那个camp 那你就可以在那边认识到 不管是理工科 生科或文章其实都有 对未来的一些合作开发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要有多元的这种背景的人聚在一起才有机会 我其实有认识到那些几个朋友 他们不同背景 然后现在在各个产业的发展很好 那有时候会聚起来一起讨论一些事情 然后想一些未来可以发展的东西 这个camp之后就是会跟美国做面试 那面试之后就是有几个竞争的人 当然我运气蛮好后来被选上就只有一位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那时候也没有学长姐也没有资源 所以所有资源那些都要自己找 要踢球来交朋友 这个对对对 我因为还好我踢球踢了十几年 所以他们就会说 这个亚洲的男生会踢球 他们本来亚洲不会踢球 然后他们就说亚洲哪个国家 我说台湾 他就说原来台湾人会踢球 我在踢球的时候认识各个国家都有 然后蛮多是UCLA的老师啊学生啊 所以生活算是还不错啦 然后你去那边就真的是在工作 我们是做那个体外诊断的一些试剂 所以会跟医生合作 在医学院那边做训练 然后这工作的地方是在学校里面的预程中心 刚好是看了不同的影像 所以他算是隶属在UCLA下面 预程中心的一个小公司 当你在提供一个新的人到你公司里面的话 你最看重他什么样的特质 就是软实力也好硬实力也好 我们现在也不算新创啦 就是我们已经有二十几个人 大约一般新创十个以内 这个阶段的话 现在会希望一两年业界经验 他的特质的话 会希望他能够接受新事务的挑战 而不是只做iO的做某件事情 因为毕竟在这个领域还是蛮新的 法规也在变动 那有可能一个法规的变动 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转弯 所以能留下来在我们公司的前面 基本上都可以接受新的挑战 那如果是研发方面的话 你会看他的学历大概是哪一方面的 基本上会希望他有说是进过LAB啦 那还是看专场 我今天开的这个圈 比如说我要做Virus 那我会希望他有做Virus Invention的这样子的Background 那我今天要做免疫细胞的培养 那我也希望他有培养过免疫细胞 大概是会比较偏向specific的他的这个职业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想要投入这方面的研发 2017年那个Carty那时候 通过这个药症是在血液上面 Carty的话 它就是把某一个基因的片段 insert到这个细胞面 让去表现 它这个片段呢 它会去辨认癌症上的这个抗原 一旦这些Carty细胞 它去辨认这个癌细胞之后 它就会去更精准的扑杀它 细胞治疗这件事情开始又被重视 因为免疫治疗其实在2000年之前 就失败过 后来到2014-2016那时候非常的成功 那下一步就是免疫细胞的活的药物的这个开发 所以那时候还在读PhD的时候 大概就蛮想进到 cell-based technology 所以我去美国的时候 这个公司它也是在cell-based 就是capture这些real cell 然后去做 病床的这些诊断还有用药的精准度 另外一个cell-based technology是serum 那其实在整个病床药物的开发过程当中 你如果不在这个早期就去切入这个领域的话 其实你在后面要一头赶上其他的 比如说美国或是欧洲这些国家的药物开发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心就是 就是从美国回台湾就是要切入免疫细胞的领导器人跟它的这个治疗的开发 你觉得目前在台湾觉得它的发展是怎么样 如果讲免疫细胞的这个发展 主要可以分为自体的细胞跟液体细胞跟基因改造细胞 台湾在2018年的时候 它就有公布自己的免疫细胞治疗特管办法 监管单位其实是胃服务的医室师 它并不是食药署 所以它是一个医疗技术 它就是会以医院这个单位 医生这个团队去做申请 细胞自备厂就像我们公司 出这个细胞技术跟细胞的这个产品 然后给医院使用 所以那时候在不外的时候 已经知道这个台湾砖码要开通了 所以一回头就是写了一个特管办法 然后按一个医学中心合作 然后也成功申请拿到合格证 那就可以让我们的细胞残疗在病人上使用 所以这是一开始这个 开进去的里程备有拿到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还是希望 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药物的药证可以拿到 那所以我们公司有两个临床的事件 一个是自体的NKMKT在推小细胞肺炎 那另外一条线是E级的NK 然后在非小细胞肺炎的病人身上 那目前都已经收案了 然后看起来因为是一级二级的 这个安全性跟耐受性 所以我们看起来 他的这个病人的安全性上是还蛮OK的 所以你刚刚说有一个方法是申请药证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它其实只是一个医疗的技术 对对对 这是两条平行的路 但是又可以互相帮助 如果说是医疗技术 它是医生嘛 医师师 那药品的话它是食药署是FDA 对 所以它的管理办法不太一样 这个办法并不是一个药证 所以它是合可你这个技术执行3加3年 你这个细胞自备厂只是除细胞 但是真正的试用权 它有这个权利收费的还是在医院那边 那如果你今天要拿到药证 你才能去台湾才能去授权 才能去做多国多中心的事业 那你特管办法 医疗技术 你也只能在台湾去做执行 所以这个市场的上面的区隔也是蛮大的 FDA它会颁发这个药证给药上 我们现在公司正在走 那台湾也是只有少数的公司愿意投入这边 因为毕竟药证开放 你应该也知道大概就是5年到10年以上 那台湾现在有一个新的法规是 再生之剂的这个条例啊 那所谓再生之剂就是 就是以药品来管 它现在有给予细胞的这种药品 有一些叫寒性开放条件 就是在二期的时候正在规范 如果说它有达到一定的效益的时候 它会开放就是有个临时的药证 5年的临时药证 那其实你的产品就可以在医院做满收 就可以收费 因为你床事件本身是比不收费 而sponsor这些药商是要花蛮多的金钱跟时间 任意在自己的地方 所以在台湾的方面的话 不管是特管办法或是这个再生之剂的情况 其实都是蛮辅导的 这些再生医疗的这个前进啊 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未来的5年其实是 我是蛮看好的这个程度 所以我们公司是未来是要在亚太区 做多国度东西的女床线 所以我们必须在台湾是要有一个 隐床试验的资料 以后还是会想要取得药证 虽然说比较难 对 要花的时间比较难 金钱也比较多 今天就很谢谢Bill 上我们职牙咖啡店的节目 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大家记得按赞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节目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刚才吃晚餐 我把他连根拔起 哦 他会不会出谷在你身上啊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 他跑掉了 等一下 我要把他带住 好 那 哇 还没 我都刚忘记你是队友了 你这个清晰不行了 我只记得我的印度同学们 那给我很开心的 有时会看到他在这里 那我吃你干什么 就会 mitochond过来 我们下期见一下 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